在Linux環境也可以 不过说真的 这些不是很重要 因为现在大家都用Windows 顶多就苹果电脑 那这个Excel也是一样 Linux里面 谁会用Linux去处理 一般性的Office事务 该几乎趋近一轮吧 你身边有人说 我开起来我是用Linux 那很厉害吗 很多问题你就随着来 你根本跟人家不相容 所以应该也可以不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相比较起来 那当然在讲说Excel 除了这些优点之外 我觉得Excel应该有 比它更强的部分 其他还有什么更强的 就是它有很多外挂 我刚刚讲的 外挂就是人家写好的 你把它挂上就可以了 这是韩式库 然后还有什么呢 开发环境 它有那个RGUI跟RStudio 两种 那我们这一种VBA 不过你说这两种 虽然都免费 但是第一个它没有中文版 所以你如果英文不好的同学 可能你就会有点却悟了 第二个它都非常阳春 使用起来 当然跟VBA比起来还是差很多 比如说我们除错中断点它没有 然后我们可以逐航逐航去除错 它也没有 很多开发工具 比起来它算是幼稚园阶段 如果VBA的话 已经到很后面的阶段了 因为VBA已经至少出来20年以上了 这个东西出来多久 才刚出来没很久 OK 所以成熟度 你可以至少知道有个概念 不要以后人家说 那个大树去 你不是有去上那个课 那个R语言 你就懂不懂 你知不知道 如果人家 老师有讲过这样就好了 至少你要知道一下 差异性在哪里 然后还有它最重要的是说 它有 这个也是韩式库 其实就外顾 跟韩式库这相对的 另外还有什么 图表制作 它可以很快的帮你做出很漂亮的图表 其实VBA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 因为Excel里面有一个强项 可以制作图表 只是说 VBA怎么去做图表 这个部分 因为一般课程好像少讲 不过也许我们下个学期 可以多讲一下这部分 弥补我们之前没讲到的部分 那也就是下学期的课程 也许我们多融入一些吧 不过可能又会更上一层头了 也就是说 这学期的是入门的 比较基础的 下学期会多一些东西 那不过呢 我们上课的风格都一样 还是会给你们很多的相关资源 包括就是什么 因为如果你做不出一些东西来的话 我一样会给你们这些东西啦 反正你再怎么不会 总会Ctrl C Ctrl V吧 总会贴上吧 对不对 至少也可以做得出来 那至于说 你刚开始不太懂怎么办 就花时间吧 如果你愿意花时间 我想这个东西 你即便暂时看不懂没关系 慢慢来嘛 OK 像同学 好像有同学说 上学期完全听不懂 这学期突然 有点开窍了 写的时候比较有感觉了 为什么 因为需要一个酝酿期 这种东西 可能促成嘛 其实我觉得不太可能 那怎么办呢 其实是要一个很长的养成期啦 那其实很可惜就是说 现在在学校里面 小朋友 我觉得他们 他们其实有很大的优势 他们可以去养成 但是似乎我看到的 好像没有 那么认真去养成 所以如果他愿意去养成的话 他未来发展 根本不需要去 他去管什么 什么几K几K 因为如果你有一定的level的时候啦 那根本不用去管说 你会 都给你几K几K的问题了 你根本不用去管 像刚刚跟同学聊天的时候 你知道 那贾博斯在二十几岁 就不用去K几K了 他已经 已经 根本就已经完全 那个对他来讲 已经物质上 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那主要是他已经累积了 一定的东西了啦 那他可以去关注的 可能是又更 更远更大的东西了 不是我们一般市井小民 可以理解的 对不对 对啊 你一个人已经这么 二十几岁已经这么有钱了 接下来他要做什么 对不对 你已经爬了最高峰了 再来呢 其实也是一种挑战 可怕的地方才在这里 所以一个人 你说他已经爬到高峰的时候 这个人呢 如果不走下坡 已经算很万幸的 所以那个 《易经》里面那个钱挂 飞龙已经在天了 他已经在天了 然后呢 就是往下掉 所以人也是这样 人生不是这样 你已经到了日证当中的时候 你往下